接下来 输不借过 我愿迎着我的身欢喜快乐 我要赞美 无论的是或不的是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坚定与你 每天最美不尽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剧王 一起来跳舞吧 一起大声宣告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旧恶使我盼望 虽然赶了输不上你 也许哭到输不结果 我愿迎着我的身欢喜快乐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无论的是或不的是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坚定与你 每天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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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尽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剧王 对 我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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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的是或不的是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坚定与你 我心坚定与你 每天赞美 不尽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剧王 一两两 три 一二三三四 跑 大声欢呼 一二三 你快唱 赞美 要不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爱神欢呼 你是永远的选举我 所有的掌声归给他 所有的掌声归给他 大声说哈利路亚 可让我听见你们大声的呼喊什么 哦 让我听见你们的坏乎什么 所以我要 要坏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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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一遍不停来坏乎 直到夜里更地成长 一遍遍掉下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炫耀 直到每一遍都完全成长 所以我要 要坏乎 一遍一遍不停来坏乎 直到夜里更地成长 一遍变成长 每一遍一遍都完全成长 一遍一遍都完全成长 哦 二遍一遍 一遍新生起立身 绝望中撕下判断 闪眼看见记忆都一致 在你没有不可能提示 来 一起来说一下 你是心神奇的神 绝望中私下盼望 在你没有存同的一二 每个隐形都是在安眠 所以我要 要盼顾 一点一点不停来盼顾 直到夜里隔禁城上 一个点照常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盼顾 直到每个大的隐形 都完全成熟 所以我要 要光顾 一遍一遍不停来盼顾 直到夜里隔禁城上 一遍遍到他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盼顾 直到每个大能一时 都完全成熟 所以我要 要光顾 一遍一遍不停来盼顾 直到夜里隔禁城上 一遍一遍不停来盼顾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盼顾 直到每个大能一时 都完全成熟 我要 要残酷 我要残酷 我要残酷 只有残酷 我 要残酷 我 要残酷 我 要残酷 只有残酷 大声 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奇 温 tox 叫我的鼓呼 吩咚咚然 大声的鼓呼 让我去 Niğ 大声地鼓呼 大声的鼓呼 ют一点 Yeah ip t 我们的神 都归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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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神 都归于你 张开双手 张开双手 万物的宝珠 万口随人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 万民几百群 人的神 我们尊重你 圣殿荣 圣殿充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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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 圣殿充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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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殿充满荣殿充满荣 圣殿充满荣殿充满荣 圣灵 万物几乘 还能如雅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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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 明明就无理 一切记住的生命 万物几乘 哈利路亚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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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 明明就无理 一切记住的生命 万物几乘 哈利路亚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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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几乘 哈利路亚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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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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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interactive boioi maik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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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 这天空的圣灾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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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尊尊你 甚至 荣灾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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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尊重你 圣切荣耀尊贵 能力都归于你 圣切 圣切荣耀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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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用这首歌 来预备我们的心 来敬拜我们的神 一切都是因你 我献上荣耀 一切都是因你献上 一切都是因你 我要有声对你说 祝我敬拜你 一切都是为你 祝我敬拜你 一切都是为你 一切都是因你 我献上荣耀 一切都是因你 献上赞予 一切都是因你 我要有声对你说 祝我敬拜你 一切都是为你 祝我敬拜你 一切都是为你 也和我一乐 我供应着 也和我一心 祝你在歌声 从参见 也和我下落 也和我一乐 也和我一心 处理在大圣 存在今晚的荷花沙漠 多平均光 祝我敬拜祢 一切都是为祢 祝我敬拜祢 一切都是为祢 弟兄姊妹 在这时刻 我要邀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你有多么的忙碌 此刻你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在这时刻 我要邀请大家 我们放下我们手中的一切 包括你的手机 你的心思意念 在这时刻 你不要看别人 你不要看旁边的人 你低头安静你自己 弟兄姊妹 我们的崇拜即将要开始 这个时候 安静我们的心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不管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我们的挑战有多么的大 我们的重担有多么的深 今天我们呼求神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 因此我们要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要安静我们自己 弟兄姊妹 放下你手中的一切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你安静你自己 你向神来求 主啊 求你向我的心来说话 我需要更多更多 我需要得释放 我需要得帮助 主 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 主 主 我们 我们谢谢祢今天晚 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刻 我们感谢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需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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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们同在 主 我们需要祢 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 因为在过去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重担 我们有许多的许多的挑战 以至于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主 我求祢帮助我们安静下来 帮助我们知道 祢是那位爱我们的神 主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继续为着我们今天的崇拜来祷告 我们求神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 求神的灵运行在当中 我们呼求 我们向神来呼求 今天的整个的崇拜 从开始到结束 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医治者 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帮助 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呈现的诗歌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福事 都是为了主耶稣 因为祂佩德 我们要把今天的崇拜 从开始到结束 在当中的福事人员 招待媒体 敬拜团 敬拜主领 信息的讲员 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 耶稣 祢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从开始到结束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向祢呼求 我们向祢呼求 主耶稣 求祢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刻 祢的灵进入我们的心 与我们同在 我们愿意来到祢的面前 来敬拜祢 求祢向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要把今天的崇拜 从开始到结束 都完完全全的恭敬 仰望交托 感谢父神 祢与我们同在 请听我们在祢面前 同心的祷告 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一起来宣称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祂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祂的作为 我们要向祂歌唱 歌颂祂 讲论祂一切奇妙的作为 愿寻求耶和华的人 都心里欢喜 让我们纪念祂所做的神迹奇事 和祂口里的判斥 今天的主日崇拜 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举行 愿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 与我们同在 从开始直到结束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可以向你的左右的弟兄姐妹说 谢谢你坐我旁边 好 让我们今天早上 把我们最大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 祭给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配得我们赞美 配得我们敬拜的神 !" 先生感的情 给我一旦 祂之爱针到永远 怕这美好aide叫做球酌香 祂之爱针到永远 歌颂 赞美 再来 那些伤感的记忆 给我的神 祂是爱存到永远 踏着美好语 遭所求说想 祂是爱存到永远 歌颂 赞美 祂是爱存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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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下福过你的生命 祂是爱存到永远 歌颂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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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秀 更美 那心事直到永远 它能力不改变 它同在直到永远 到永远 到永远 那心事直到永远 它能力不改变 它同在直到永远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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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 祂的信实直到永远 祂是我们的神 祂是我们的王 祂是配给我们 一切的敬拜 赞美 一切的荣耀 都要归给我们的神 祝你以为 天上还有谁 祂是我所爱慕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祂是我们的神 祂是我们的王 除你以外 天上有谁 你是我所爱慕 随我若替 渐渐衰退 你是我的力量 走过时已有故 我仍要炫耀 你与我同在历史 软弱在的刚强 我身我望 我信靠你 我的盼望 我仰望你 你是我心里的力量 我的部分是到永远 我身我望 我信靠你 我的盼望 我仰望你 你是我心里的力量 我的部分是到永远 出你以外 天上有谁 你是我所爱慕 随我若替 渐渐衰退 你是我的力量 走过时已有故 我仍要炫耀 祝你与我们同在历史 你与我同在历史 你与我同在历史 软弱在的刚强 你与我同在历史 你与我同在历史 我身我望 我信靠你 我的盼望 我仰望你 你与我心里的力量 我的福本是到永远 我生活往 我信靠你 我的盼望 我仰望你 你是我心里的力量 我的福本是到永远 我生活往 我信靠你 我的盼望 我仰望你 我仰望 你是我心里的力量 我的福本是到永远 让我一起来学高 如果患难却不被压碎 青困或缺没有绝望 被逼迫 却不被撇弃 被拿到却没有灭亡 从患难却不被压碎 青困或缺没有绝望 从患难却不被撇弃 被拿到却没有灭亡 从患难却不被压碎 青困或缺没有绝望 从患难却不被撇弃 被拿到却没有灭亡 我生我往 我信靠你 我的盼望 我仰望你 你是我心里的力量 我的福本是到永远 我生我往 我信靠你 我的盼望 我仰望你 你是我心里的力量 我的福本是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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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要来敬拜你 唯有你 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事 主啊 我们带着劳苦中担来到这里 主啊 我们要卸下这一切 我们要在敬拜里我们得释放 主啊 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就在今天早上 主 你让我们能够来去吵见你 主啊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王 主啊 我们要来敬拜你 主啊 我们 åt Lord, I worship you because of who you are Lord, I worship you because of who you are Lord, I praise you the fame of what you are Lord, I praise you the fame of what you are Lord, I praise you with your voice Lord, I praise you all to you Lord, I praise you all to do Lord, I speak speech 祝我敬拜祢 一切都是为祢 祝我敬拜祢 一切都是为祢 这时候让我们来一起思想 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 祂是一个这样的神 祂曾经因为你病痛了 你得到医治 祂是我们医治者 你曾经很绝望 祂是我们的盼望 可能你在很示弱的时候 你看见有一双的手在牵引着你 是不是这些的展现 这些的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 祂就是我们的医治者 但如果祂那个时候没有医治我们 祂还是仍然是那个的医治者 祂仍然是我们的救赎 祂仍然是我们的盼望 不是因为祂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 而祂是那位的神 而祂就是我们的救赎 祂就是我们的供应者 祂就是我们的和平的君王 让我们这时候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一切都是因你我献上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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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因你我猎牙神对你说 祝我清白祢 一切都是为祢 祝我清白祢 一切都是为祢 耶和华一乐 祝我们的供应者 耶和华一乐 祝祢在得胜中赞全 耶和华沙龙 和平之王 祝我清白祢 一切都是为祢 祝我清白祢 一切都是为祢 Because of who you are I give you glory Because of who you are I give you praise Because of who you are I give you glory Lord I worship you because of who you are Good Lord I worship you 祝我清白祢 祝我们的圣 Lord, I worship You, because of who You are 耶和华一郎,我供应者 耶和华一世,所你在的神中在圈 耶和华沙龙,何必君王 主我请拜祢,一切都是为祢 耶和华一郎,我供应者 耶和华一世,所你在的神中在圈 耶和华沙龙,何必君王 主我请拜祢,一切都是为祢 主我请拜祢,一切都是为祢 一切都是为祢,我献上荣耀 一切都是为祢,一切都是为祢 我要羊羊群对你说,祢我 主我请拜祢,一切都是为祢 主我请拜祢,一切都是为祢 祢是祢,祢是我们的盼望 祢是我们的供应者 祢是我们的拯救,祢是我们的和平的君王 主啊,这一切,祢都配得一切的赞美 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祢 主啊,求祢约纳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 主啊,我们想祷告,是否主耶稣 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奏念天国巴福 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为罪恶悲伤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要安慰他们 谦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 以仁慈待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 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要看见上帝 至于人间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 为了实行上帝旨意而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弟兄姐妹一起走 哈喽 每次主乐崇拜的时候要跟大家先说一声哈喽 大家祝你平安 仙上的弟兄姊妹你们好 祝你平安 今天早上的时候很开心 又能够再跟大家一起的来学习 一起的来分享 神今天要向我们说的话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一起的来思考的这个的主题呢 是在我们这个系列 福气灵门的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的一堂的信息 也叫做新心灵 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的经文 它是写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 跟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 基兄姊妹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早上呢 我就邀请了一位 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声音 如果大家有跟美热 我们冰糖的美热成岛的话 那大概对他的声音都不会陌生 或许你不认识他 但是如果你有跟这个美热成岛的话 你就知道他的声音 听起来是既熟悉又陌生 那在这个时刻呢 我们就邀请 邀请他来为我们念出今天的信息 开始前的这段经文 我们有请 因为人子来 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 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一切全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马太福音18章18字20节 谢谢这位姐妹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 这把声音 有吗 每一天这把声音呢 都在每一天的清晨的时刻 陪伴着我们走过每一天 清晨开始的那一段的时间 好不好我们就请她站起来 来我们请刚刚的那位姐妹在哪里呢 那位姐妹在哪里 在那边 我们请她站起来 我们谢谢她喔 她献上她的声音 我们鼓励她继续的加油 用她的声音来陪伴我们喔 谢谢我们的利敏姐妹喔 好 弟兄姊妹 非常感恩 再一次的问候大家 那今天开始的时候 我要请我们大家 我们低头 我们一起来做个开始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刻 你再次给我们有生命的恩典 我们今天 我们存着一颗的感恩的心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了要学习 为了要得着你 为了要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 求你的灵 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以我们每个人同在 也求你使用 这个不配的仆人 让他所传讲的 主啊你的灵 也感动他 帮助他 也能够帮助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 一起的来成长 感谢你 以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问大家 三个的问题 第一个的问题 你快乐吗 有人回答说快乐 第二个的问题 你快乐吗 哦 有一点回应的声音哦 第三个的问题 你快乐吗 哦 快乐 快乐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哦 那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呢 因为在上个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 有机会就在读新闻的时候 我就看 突然间 我就读到一篇的新闻呢 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我今天呢 就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有看到吗 哦 在 这个是上个月的新闻哦 在2024年3月11日 我们马来西亚各大媒体 都有报导这个的新闻哦 你看 在这个南洋哦 全球最开心的国家 大马排名第五 哦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中国报 全球第五开心的国家 大马比去年要升九个位置 哇哦 好棒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ATV的这个新闻哦 最开心的国家 大马全球第五名 然后新洲热报呢 也是一样 最开心的国家 大马全球第五名 你看哇 他们的这个新闻 你看每一个人民 还有脸上 脸上还有这个多么灿烂的笑容哦 哦 然后呢 有另外一个的报导呢 他就不用开心哦 另外一个这个宣的报导 他就说到什么呢 全球第五幸福的国家 他用幸福这个字 大马排名第五名 那弟兄姊妹 他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的数据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的消息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到底他是怎么样来鉴定 马来西亚人的这个的开心指数 这是排名在第五名呢 哦 我们就来看哦 原来他这个的研究的这个指数呢 他是根据什么 他是根据这个MHQ 就是Mental Health Coercion 个人心灵的健康指数 他来去测试 来去评估的 那这当中包括什么呢 就是情绪跟观点 我们的人的情绪跟观点 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的自我 我们的动机跟激励 和我们整个身心的联系 还有我们对身心的认知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 在团体生活当中的那种的 适应能力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的复原力 那这个的测试呢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涉及在整个全球里面 71个的国家 那相当厉害哦 71个的国家哦 那么呢 当中呢 是牵涉到多少个人呢 就是41万9175个人 在这个MHQ的测试之下呢 它的满分呢 是几分呢 是300分 那在这个300分里面呢 马来西亚得到的分数是85分 就是你拿85分乘以300 你就知道马来西亚的分数是多少了 那这个 这个的排名呢 令到马来西亚呢 跟其他的国家呢 其他的国家呢 一起在全世界排名 最好的五名以内 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哪几个的国家 你看 最开心的国家 我们来看 排名第一的是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那然后第二的是什么呢 斯里兰卡 第三的是 Tanzania 就是在 在非洲里面的其中一个的国家 然后呢 第四是什么呢 第四是 巴拿马 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然后第五 就是马来西亚 你看 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 我们排名第五 那 令我意外的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那些先进的国家 比如说这个英国 这个澳洲 我们都知道这些国家非常非常的先进 他们的排名呢 反而在最后的十名以内 像英国是最后的第五名 那这个的 这个的研究呢 显示一个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那些所谓的先进跟富裕的国家 他们有更多的财富 他们有更好的那些设备 他们的经济发展也比我们好 他们的钱汇率也比我们大 但是呢 不一定 就会带来更好的心灵健康 那弟兄姊妹 在谈论这个心灵健康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心灵健康 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所谓这个心灵健康的定义就是说 一个人他感觉良好 在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五个国家里面 全世界的Top 5 虽然都是第三世界 都是发展中的国家 但是呢 这些的 这些国家的子民 他们感觉良好 OK 然后呢 他们能够面对 他们能够应对生活各种各样的挑战 然后呢 他们能够应付他们的生活 然后他们懂得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的去解决难题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能够达成他们所定下的人生目标 然后他们能够享受优质的生活 这个就是心灵健康的定义 还有一些报导说什么呢 还有一些报导就是加插了什么 当心灵健康是处在于健康的位置的时候呢 那一个人就能够享有更长寿的生命 更长寿的生命 那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当我在看着这篇报导的时候 我在问我自己说 诶 这个报导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不是心理学家 弟兄姊妹 我不是心理学家 但是我在 我在读这个的报导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感觉上 有一点点的怎么样呢 有一点点的意外 那我就不谈论他们的数据 到底是有多么的准确 它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全体 马来西亚人的想法 但是呢 其中在那个报导当中的有一部分 一小段的一部分 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这一小部分说什么呢 这一小部分在说 整体全世界的人哦 我们在疫情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心理健康指数呢 我们都普遍的下降 普遍的下降 那到今天呢 其实还没有恢复过来哦 那受影响的是哪一个的群体呢 受影响的就是那些35岁以下的青年哦 弟兄姊妹 你望望你的隔壁 他们是不是那些35岁以下的青年 看看下你的隔壁 如果是的话 请拍拍他们的肩膀 问一问他们说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哦 那这个就是报导那边告诉我们的事情 受影响过多的就是表示说 这一般的青年一直到现在 他们的心灵健康指数 还一直处于在 疫情过后的那种下降下降下降的趋势 然后呢 哪一个的群体呢 反而就是趋向于平稳呢 原来就是65岁以上的 65岁以上的那些的长者 他们反而能够趋向于平稳呢 那你在望望你的隔壁 有看到他的 有看到65岁以上的 你看看看看你的左右 看看如果他是65岁以上 你拍拍他 哇你真棒哦 要继续加油哦 真棒啊要继续加油哦 那弟兄姊妹 今天我讲了很多关于心灵的东西哦 那我想说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看我们刚刚的那个报导呢 说很开心 那个是在今年3月的报导 但是呢 在早一点的时候 在去年10月5号的另外一个的报导呢 它讲到什么呢 它讲到说 more and more Malaysians struggle with mental health 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面临心理健康 心灵健康的问题 那这个报导继续说什么呢 这些人都有一个的共同点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过度的操劳 然后呢 他们的睡眠品质不足 然后呢 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他们常常感到压力 那从这两个的报导当中呢 我就不禁让我在那边的去反思 诶 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在十多年前 弟兄姊妹有一位叫安妮塔 很抱歉 如果你的名字叫安妮塔的话 我不是在说你哦 这个是化名来的 有一位叫安妮塔的实业女性 她呢就怎么样呢 她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弟兄姊妹她爬到很高 她已经结婚 然后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有两个有两个的孩子 那她作为一名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跟一家投资公司的 managing director 董事经理 她的事业几乎可以说是真正的热伤 你知道吗 她在许多人的眼里 这个安妮塔 她好像是拥有了一切 从表面上来看哦 她似乎是已经满足了所有所有成功的 一切所需要的条件 她就是什么呢 她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 人生的胜利主 但是从内部来看呢 她的情况呢 却截然的不同 当报馆在访问她的时候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我们来看一看 她说 我有焦虑 我惊恐发作 和我有轻度的忧郁症 我发现我真的病了 这是她说的 在2010年 刚刚这些她所说的 都到了她所能够承受的一个的灵界点的时候呢 阿妮塔她崩溃了 然后在那段期间 她完全没有办法工作 她也没有办法去下床 她没有办法治理她自己的生活 她的生活起居 完全需要仰赖她的妈妈 跟她的丈夫 你知道吗 她到严重的时候 她曾经还有过 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 当报馆继续访问她的时候 她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她说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我的生命当中 导致我的身体 跟我的大脑荡击了 然后我就放弃了 我失去了一切所有的生活功能 我没有办法去照顾任何的人 这是她说的 阿妮塔她告诉马兴社说 马兴社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报馆 她在崩溃之前 她一直都很难去向别人开口 去寻求帮助 因为她身为老板 她身为一家投资银行的董事经理 Managing Director 她觉得她自己必须要振作起来 在人面前 她必须要让人家看到 她是一个非常有信心 有振作起来 非常棒的一个老板 她需要展现出最好的一面 恰恰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 弟兄姊妹 更加让阿妮塔她感到非常的无助 感到非常的孤单 感到非常的孤立 她几乎整个人就是沉寂在这个情绪里面 她非常的失落 她的生命感觉上好像让她走到一个的死胡同里面 她接下来在说什么呢 她说她的同事都知道她的身体不好 她是Managing Director 但是她在公司的时候 她同事看到她的表情的时候 看着她表现的时候 都知道她有状况 但是她的同事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阿妮塔她感到非常非常的羞愧 所以她就没有谈论她 弟兄姊妹 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说忧郁症 我主要是带出这个心灵的问题 阿妮塔的经历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她的心灵健康亮了红灯 导致她面对各种各样的焦虑 惊恐跟所谓的优异的困扰 对一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说 这个阿妮塔的个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的个案 但是呢今天早上弟兄姊妹 我想带出来一个 一个已经被我们大家都忽略的事实是什么呢 你和我 我们都有可能是阿妮塔 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她可能就是阿妮塔 我可能也是阿妮塔 弟兄姊妹 不管我们的人生在哪一个的阶段 今天 刚才早上八点的时候有少年进来 不管你是少年 不管你是青年 成年 老年 甚至是儿童 甚至是儿童 我们都会面对这个心灵健康的问题 因为我们啊 我们的人生 我们在一处思过就不是 不是那种一帆风顺的 从我们一出生开始 我们的人生 你和我都知道 我们都面对许许多多 大大小小的挑战 从来没有停过 他不会说 随着你的年龄渐渐增长 从儿童到青年 然后到这个成年 就慢慢越来越少 不会 相反的 反而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从我们出生到现在 我们就面对不多 不多的 许许多多的挑战 很多的患难 很多的困苦 这让我想到一节的经文说什么呢 在圣经 在诗篇 在诗篇 九十章十节那边说到什么呢 他说 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 弟兄姊妹 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 如果强壮的话 可以到八十岁 但其中可迎夸的可夸耀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 我们也如飞而去了 每一次当我们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 但或者是然而这样子的字的时候 都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的重点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弟兄姊妹 他要说 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我们的生活忙乱啊 我们忙忙碌碌啊 没有安息的地方啊 没有安息的时候啊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面对种种各式各样的压力啊 即便今天你和我已经是基督徒 我们都不能够信免了 我们都不能够信免了 你相信吗 各位主所爱的弟兄姊妹 在任何的时候 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像安妮塔的人存在 可能我就是那位的安妮塔 只不过他不会主动的告诉你 他也不会去承认他正面临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缺乏包容 缺乏接纳的世界里面 弟兄姊妹 你让别人去知道你在心灵上的挣扎 你只会变成别人的笑话 你也会加征 你无心中加征你自己的痛苦 到他真的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 弟兄姊妹 有可能已经太迟了 可能那位安妮塔 她就在她的生活当中 她就迷失了她自己 她也有可能从此以后 她就消失在人群当中 她也不要在人群当中出现 她不要去接触人 她就关在她的房间里面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她有可能就选择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当我们在谈论这个心灵健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所谓的心灵健康 它亮红灯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 我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张的图片 当你在看看这张的图片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呢 我们在图片上面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有男人吗 有女人吗 你们还看到什么 还看到一棵树跟一条蛇对不对 那让你想到什么 让我们想到伊甸园的情形 让我们想到伊甸园的情形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当上帝刚刚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本来 我们本来有一颗非常单纯 非常纯正 非常健康的心灵 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都是按照他的样式 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的 但是这一颗的心灵呢 却因为你看着夏娃手中的那颗静果 却因为他手中的那颗的静果 变了样 原本那颗纯真 那颗健康的心灵 渐渐的变成邪恶 被许多欲望所充测的心灵 从那一个时候的开始 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出现了变化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变化 好像Emma传道上个礼拜所说的这样 我们跟人的关系也生变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更加的出现变化 那个结果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切的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行为 都开始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再看看我们旁边的 那位姐妹那位的弟兄 你望着她 你真的要望着她 你在拍拍她的肩膀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那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心灵健康 的确是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亮了红灯 那今天我邀请大家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先承认自己的心灵 的确面对问题 心灵出现问题它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哪里呢 问题在于我们不愿意承认 只要我们愿意承认 我们自己的心灵的确会面对问题 那么帮助就会来到 弟兄姊妹 今天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一个的世界 弟兄姊妹就是要帮助 来解决我们人心灵的问题 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那边说什么呢 他说因为人子来 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你知道世上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吗 弟兄姊妹 在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被用来指那些 已经失去 已经被破坏 或者是已经失落 已经消失的那些的羊 那些的人 在耶稣时代有一个人 这个人 弟兄姊妹 他很有钱 很有钱 很有钱 他的钱多到富可敌国 但是他很不开心 每当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他在遇到他的犹太同胞的时候 那些犹太同胞呢 看他的眼神总是抱着一种 非常歧视的那种的眼神 有一些的小朋友 有一些的小朋友 甚至呢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一看到他 就会往地上吐那个的唾沫 吐唾沫 一看到他他就吐唾沫 然后脸就转向一边 看也不看他一眼 这个人呢 他知道他会遭受这样的遭遇 因为跟他长期以来的工作有关系 那所以他虽然有钱 但是却穷的只剩下钱 他很不快乐 他没有平安 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有一天他跌落去河里面的话 也没有人会去理他 也没有人会去可怜他 更没有人会去救他 他相信这些他所谓的同胞 犹太同胞 对他嫌恶的那种的态度 甚至是比当时候的罗马皇帝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有钱人呢 他天生的个子不高 他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可能让人家感觉 哎 没有事情 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 那但是呢 其实呢 弟兄姐妹 这个人呢 他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自卑 他知道说 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同胞 对他的看法 但是呢 很奇怪 他的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仍然希望 仍然盼望 他甚至渴望 有人可以帮助他去脱离目前的那种的穷劲 有一天 他就听说过 有一个叫耶稣的人 这个人呢 要经过他的地方 他工作的地方 那这个人呢 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很奇怪 就有很多的人 都会跟在他身旁 后来他去打听 他就知道 原来这些跟在他身旁的这些人 都是希望说 可以从这个名叫耶稣的这个的人的身上 得到医治跟释放 原来他在听说 这个耶稣很厉害耶 他可以使那个穴腿的站起来 他可以使那个 使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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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看不到的再次的看见 他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甚至听说过他什么呢 曾经有做过那种 以五个饼跟二个鱼 未保五千人的神迹啊 那他听到这个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他希望说他自己能够得到同样的祝福 他知道他的高度因为他不高 没有办法让他看到耶稣 因为耶稣一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挡在他前面 他看不到 所以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不顾一切 在耶稣快来的时候 他就爬上去一棵的树 为的就是要见耶稣 弟兄姊妹 那这个人呢 他叫撒该 他是一个的税吏长 他呢 就是专门去雇用税吏长 大家知道什么吗 就是向我们来收税的 他就专门雇用其他的税吏 来向自己的犹太同胞 去收取 本来高于他们原本应该缴交的税务 一个被他的犹太同胎 看成是汉奸中的汉奸 一个不被自己的同胞所接受 去到哪里都令人讨厌 巴不得他快快死去的一个这样的人 耶稣却轻声地呼喊他的名字 撒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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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这样 耶稣还主动地提出要住在他的家里 耶稣还宣告说什么呢 撒该 快下来 救恩今天要临到你的家 主所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在世上的工作 只有短短的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的日子不长 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 耶稣他没有放弃任何的机会 去向他周围的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 这个的好消息 对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 耶稣他都走入他们的生活里面 耶稣他花时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耶稣陪伴他们走过生命中 每一个伤心 每一个孤单 每一个破碎 每一个黑暗的时刻 税吏长撒该 我们所知道的麻风病人 撒玛利亚妇人 甚至以他最后一起被钉十字架的 两个的强盗 耶稣都没有放弃他们 每一个耶稣所接触的人 弟兄姊妹 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心灵孤单 心灵缺乏的人 耶稣都让他们尽力医治 释放跟饱足 弟兄姊妹 耶稣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原来 原来所谓的传福音 原来所谓的传福音 不是单单跟他说什么呢 你们要信耶稣啊 信耶稣得永生啊 原来所谓的传福音 是走入人群 走进他们的生命里面 走进他们的生命里面 弟兄姊妹 你能想象吗 一个没有人敢接近的麻风病人 一个人家看到他的这个皮肤 都走得远远的病人 耶稣 耶稣 却靠近他 并且把手伸在他的身上 说 我肯 你接近了吧 你知道对他来说 这是多么多么大的医治 多么多么大的感动吗 一个 一个不敢在人面前出现 只能够在大白天 艳阳高照的大白天 抬着非常重的担子 去到那个井旁去挑水的 一个的撒玛利亚夫人 当每个人都在说她是淫妇的时候 耶稣却走进他的生命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 耶稣他已经升天了 两千多年前 耶稣他在升天以前 他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天上 地下 所有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今天 在我们的身边弟兄姊妹 有许多的人 他可能是你的家人 也可能是和你一起从小长大的朋友 他也可能是你做生意的事业上的一个生意伙伴 他甚至可能是你在茶店喝茶的时候 坐在地上带着孩子在那边贩卖东西的妇女 这些人 他们可能还生活在孤单 失落和黑暗的日子里 今天 耶稣 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一切的经文 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但是越熟悉的经文 看起来对我们就越难做成的一件的事情 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句话使人做主的门徒 耶稣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吗 弟兄姊妹 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你们要让他们来认识我 来经历我 使人做主门徒 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们要让他们来认识我 来经历我 耶稣其实要我们做的不多 弟兄姊妹 耶稣其实要我们做的真的不多 只不过是好像他一样 好像他一样 我们不要再跟人家说 跟人家在传福音的时候 不要只是叫你们要来信耶稣 不要这样 而是怎么样呢 而是好像耶稣这样 尝试的走入他们的生活里面 尝试的花时间 跟他们在一起陪伴着他们 走过生命当中 每一个伤心 每一个孤单 每一个破碎黑暗的时刻 让他们能够得到医治 释放跟饱足 这样他们就能够 因着这个陪伴的感动 而认识耶稣 经历耶稣的同在 弟兄姊妹 有一艘的邮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艘邮轮 在1912年的时候 当时候是全世界最豪华的邮轮 那这艘邮轮呢 是号称永不 永不会沉默的邮轮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多不少 都有印象 即便没有印象的话 可能都在 都看过这部的电影 在1997年的时候 这部电影上映了 Mitanic 我还记得 当时的我 我带着 我带着期待的心情 我去看这部的电影 因为有人说这部的电影很长 你要好好的去看这部的电影 当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到最后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剧中的男女主角 那位的男主角 他如何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 他仍然紧紧的抓着 他所心爱的女孩 那位他在邮轮上所揭示的女孩 保护着她 他把她自己的救生衣 也给了那位的女孩 然后 他跟那位的女孩 说他爱她 弟兄姊妹 这一个可 可悲的这一个的爱情故事 背后的感动 是真的 但是却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却是神的爱 在这艘船上 有一位的牧师 他叫做John Harpers 他的生命故事被写成 Titan Titanic上最后的英雄 John Harpers 他受邀到美国那边 来分享神的话 因为他的妻子 在他孩子还年幼的时候 就已经 去世 所以呢 他在这一次呢 他在这一次呢 当他要到美国去讲道 分享神的话的时候 他就带着他的女儿一起的上了 这一艘 号称永不沉沦的Titanic 在1912年4月14日的那天晚上 这一艘永不沉沦的船 创上了冰山 就开始 慢慢的沉沦 John Harpers牧师把他的女儿 送上了救生亭 他很舍不得他的女儿 那天晚上 他最后一次去闻别他的女儿 那天晚上 有很亮丽的星空 星空 导引在John Harpers的脸上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他满满的泪水 他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的女儿 但是他知道此刻 他有一个还未完成的使命 他回到了那一班 充满惊慌 充满失措 没有平安 那些在水里面的那些人群当中 他用尽他一口气 就在那边说 让妇女 让儿童 还有让那些没有得救的人 他们先上船 然后 他把他自己的救生衣 就送了给别人 在冰冷的海水中 John Harpers牧师看到一个的年轻人 就在不远处 他就靠近那一个的年轻人 他就喊着说 你得救了吗 那年轻人在水里面挣扎 他在回答说 没有 没有 John Harpers牧师 用尽他所有的力量 跟那个年轻人说 信靠主耶稣 你必得救 接着呢 海水又把他们两个人给分开了 几分钟之后 水流 水流又再次把两个人聚在一起 John Harpers牧师 问那位年轻人说 你得救了吗 得到的回答 仍然是没有 没有 阿pers牧师 在那个时刻 用尽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口气 说 信靠主耶稣 你就必得救 之后 他就永远 消失在海水之中 四年后 弟兄姊妹 四年之后 在加拿大的 澳大华 Ottawa 有一个的聚会 那一天 所有在Titanic事件中 生存的生存者 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来分享 这四年内 他们的生命故事 在当中 有一个年轻人 他在分享的时候 他一直在流着泪 他说 那一天晚上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在他觉得快要不行的时刻 他听见 有一个人 一直不断地跟他说 当信主耶稣 你就必得救 今天 因着那一个人的一句话 他得救了 他觉得 他有这样子的使命 有这样子的感动 要继续地为耶稣 因着John Harpers 要为John Harpers 也为耶稣来做这个的见证 这位主所爱的弟兄姊妹 John Harpers牧师 他在经历 上妻之痛 他女儿还小的时候 她的妻子就过世了 在那一段期间 是耶稣的同在 是耶稣的陪伴 让他再一次地站起来 那次之后 John Harpers牧师 有一个的使命 就是要把这个的福音 去传给更多 那些处在忧伤 困苦 灵魂的人当中 那一天之后 当耶稣医治了他的创伤之后 他立志 回应耶稣的命令 他希望说 透过他小小的一点的力量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得到医治 得到释放 得到饱足 因着这个使命 弟兄姊妹 即便他在生命当中最后的时刻 他仍然不放弃 为的就是要把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被耶稣的爱触摸过吗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最黑暗 最煎熬 最孤独 最无助的时候 是谁 把你从黑暗的困绑当中 伸出手 去把你拉起来呢 是谁 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陪你走过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因着耶稣走进你和我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 今天我们才得以拥有全新的心灵 今天我们才得以出现在这里 弟兄姊妹 今天耶稣在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我们得救了 我们拥有了这个全新的心灵 但是耶稣 耶稣 他不要我们只是坐在这里 他要我们来回应他 耶稣 他在升天之前 他说了 他在这个世界当中 最后的一句话 One last word 耶稣说 天上地上一切的全病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界的终结 弟兄姊妹 如果耶稣 他曾经陪伴你走过生命中的春夏秋冬 今天我要问一问大家 那一份的感动 还有存留在你的心里吗 今天 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我们都出现在这里 但是会否因着我们的忙碌 因着我们的重担 以至于 那一份的感动 那一份的感动 慢慢的消失了 我们慢慢忘记了 那份起初的感动 以至于 今天我们来教会 只不过是一个的习惯 每个礼拜天 就是要去教会 弟兄姊妹 今天 我们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 神要我们 不要只是把感 把那个的感动停留在那一刻 神要我们 再一次的 想起当初 他怎么样的去触摸我们 他怎么样的去爱我们 他怎么样的去陪伴我们 神不要我们把这个的感动 留在教会里面 神不要我们把这个的感动 只是留在礼拜天的敬拜里面 神今天要我们把这个的感动 带回去 带回去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的职场里面 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群里面 今天早上 我们 要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 求祂再一次的点燃 我们快要熄灭的 那一颗曾经有过的感动的心灵 让我们 让我们能回应耶稣 走入人群 我们效法耶稣去感动他们 我们把更多的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 让更多的人 能够因着耶稣 而得着新的心灵 弟兄姊妹 在这个时刻 我邀请大家我们低着头 我们不要看别人 如果你手中有抓住一切的话 请你暂时把它放下来 这时刻 我求神的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回想过去 当我们在经历生命低潮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空虚的时候 耶稣 祂怎么样帮助我们走过 弟兄姊妹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今天圣灵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祂要再次的来感动我们 祂要说 孩子啊 记得我曾经陪伴你所走过的一切 那一份的感动 这一次今天再一次的想起 再一次的想起 我们要来回应神的感动 神的爱 那一份的感动 神的灵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 这个时候我们低头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我们一起的来呼求 我们向神开声说 谢谢你 因着你我今天才会出现在这里 因着你我才能够重新站起来 因着你我的生命才能够有重来的机会 我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我 求你再次的来感动我 就感动的灵再次与我同在 我们需要 我需要再次的被感动 我需要再次的被点燃 那个快要消失的感动 哦是的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你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向你呼求 主啊你的灵在这个时刻 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帮助我们不要忘记那一份快要消失的感动 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想起 求你的圣灵再次的来点燃我们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 今天我们要来回应你 回应你在升天之前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要我们去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 把他们带到神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你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更多的感动 谢谢你 主啊 刚强我们的心 你知道我们是不配 但是我们相信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帮助我们提起 已经快要不行的那双的手 再一次的来回应你 再一次的来为你而活 谢谢你 在今天早上的这个的时刻 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 我们也将我们每一个人 再一次的交托仰望 神啊 我们所有一切 我们都带到神你自己的面前 我们愿你 以我们同行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的站立 我不知道 神有没有向你们的心说话 我们一起的以这首的诗歌 来回应他 我们求神的灵 再一次的来点燃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他 在升天之前 最后的一句话 即使荒野套路 无力淹没我的心 我要向你去提 更多寻求你的心意 就牵引我天经你 我要向你去提 更多寻求你的心意 就牵引我天经你 渴望能从心得离 请到你的火焰 让微景看再次燃起 成为最小的生命 求你一点爱 求你一点爱 天让我们起初为敌 我认可惜 祝你一点爱 分手连进我们 向我们先命迷信 求你一点爱 请起我的生命 成为心象的国际 祝你曾现他能 以此事关我们 求你再次降临 你点燃我的心 圣灵如风吹起 凋望星星 无照应你烈火再次燃起 奔向其他全然 圣灵如风吹起 世界 冒险 thành 经了quela世 圣灵如风吹起 继续 见继续 看青山 愈渐 任 我们在大声的呼求 主啊求你点燃 求你点燃 天啊我们起初为你 我认得行 主你打开天门 奔上连进我们 向我们写明一行 求你点燃 请起我的生命 成为心象的火器 主你打开天门 你确实帮我们 求你再次降临 天燃我的心 求你再次降临 天燃我的心 天燃我的心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站立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也 欢迎在这里的每一位的家人们 好 我们一起站立 好 我们一起站立 希望以后会常看到你 很高兴看到你 你实在很高兴看到你 好 弟兄姐妹一起坐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家事分享 冰糖 冰糖欢迎您 谢谢 冰糖家人 教会主日崇拜招待员 即将在来临的4月24日晚上8点 在教会举办招牌招待员培训 欢迎有参与招待服饰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出席 谢谢 冰糖姐妹们 巴斯会中文大会亚币区姐妹团 将于4月28日星期日下午1点30分 与本堂举办一项联合聚会 主题为开启聆听 认识自己 由颜佩山老师主讲 欢迎冰糖姐妹们一同参与 更多消息欢迎查阅冰糖电子周报 或联系姐妹团理事 约定您 谢谢 弟兄姐妹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来举行奉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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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今时直到末了 阿们 真心所远 阿们 阿们 给我们的神一个最荣耀的掌声 谢谢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见 平安 末岛 散会 你或先下荣耀 一切都是因你 先唱 爱你 一切都是因你 我要 阳神对你说 祝我敬拜祢,一切都是为祢 祝我敬拜祢,一切都是为祢 四季祝我教我的祢 教我教我教我的祢 祝我教我的祢 祝我教他的祢 祝我祝我祝你 Become of who you are Lord, I worship you Become of who you are 耶和花已乐 我供应着 耶和花你心 祝你在的圣中正确 耶和花沙楼 和平之王 祝我敬拜你 一切都是为你 祝我敬拜你 一切都是为你 一切都是为你 我先露药 一切都是为你 千山草莓 一切都是为你 一切都是为你 祝我敬拜祢 一切都是為祢 耶和華一樂 我供應成 耶和華你心 祝祢在德上中成全 耶和華沙龍 祝我敬拜祢 祝我敬拜祢 一切都是為祢 耶和華沙龍 祝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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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